清光区2点 1876 他那回说真的厨子说 福州百年老店 红丽周印仨人45 景区你看 都是这样的牌子 先吃个鱼丸 鱼丸表皮很有弹性 非常有那种QQ的感觉 但是没有鱼的味道 里边那个猪肉馅的 酱油的味道挺充的 油挺大 来点醋和胡椒粉 那它就是醋和胡椒粉充的一碗汤 这个是肉燕 这三样东西都是15块钱 汤都是一样的 肉燕和燕皮是一锅煮脆的 肉燕的皮是很滑很脆 肉馅很紧实 然后带有那种酱油的味道 再来一口啥呢 这是燕丝 这个燕丝啊就是肉燕那个皮 切坑丝煮一下 尝尝啊 大家不要以为它是混沌皮啊 它是肉做的 猪肉夹成衣 淀粉还没有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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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砸出来的 是跟那个一样 很滑 然后你进嘴一嚼 觉得还有一点小脆 汤都是一样的 每个配点只有一点点葱 就我还能做一遮 要不是 吃凌小吃呢 总结啊 人家老板刚才坐在我边上 没好意思说话就跑出来了 人家四代的串人啊 先说价格 我昨天在马路边随便买了一碗 13块5 5个 他们家是15块钱 味道它还真的不如马洛边随机买的那个 它那个鱼馆煮了很长时间 所以没有味道了 只是那个口感了 肉腌和腌皮 肉腌馅儿没什么味儿 腌皮的口感还是很好的 很滑很純粹 我们这来说吃的就是景须嘛 景须餐厅